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要聚焦金融界一位引人注目的私募大佬 淡冰 他的言论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尤其是在港股最近的暴力反弹中 他却依然坚持唱空 这让不少股民感到不满 在10月2日的反弹日 淡冰却警告称这样的暴涨必将引来暴跌 并且他认为解套之路将遥遥无奇 而这番话却遭到股民的激烈反击 有网友甚至指出 淡冰的收益在每股一年都不如他学生们在A股短短几天的表现 如此言论让我们不经思考 究竟是他看出了什么深层次的问题 还是只是简单的踏空心态 随后 淡冰在社交平台上再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甚至与网友展开了激烈的对话 他不仅回应了对他质疑的言论 还直言自己没文化但捐了1.6亿 引发了更多的争议与探讨 这场争论不仅涉及到个人投资观点的碰撞 更是股市和散户之间心理博弈的缩影 到底是大妈的直觉更胜一筹 还是专业人士的分析更具权威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我们又该如何判断风险与机遇 想知道更多详情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深圳东方港湾投资董事长淡斌在金融界以其大胆的市场预测和不拘一格的风格著称 他的最新言论在金融圈内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成为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 10月2日正当港股迎来一波暴力反弹时淡斌却泼下了一盆冷水 公开表示这样暴涨必有暴跌 此言一出立刻引发了股民的猛烈抨击 一名网友表示淡斌在美股一年赚的收益被他的几个学生在大A几天就超越了 另一名网友则称淡斌的言论无非是因为他已经踏空破防 尽管遭遇口水战淡斌并未退缩 10月3日他在微博上继续表达自己的观点 称我是迫不及待想看到5万亿成交量何日能实现 这番话不仅未能安抚愤怒的股民 反而再次引来网友的讥讽 一名粉丝甚至嘲笑他是体育生终究是要吃没文化的亏 淡斌迅速反击 宣布自己已经捐赠了1.6亿用于慈善事业 并反问该粉丝是否也能捐出一点 哪怕一千万如何 在一个长达32年的投资生涯中 淡斌始终坚持只做多不做空的策略 他强调 自己赚的每一分钱都是通过长期投资赚来的 而在当前的市场上 不少网民认为淡斌的言论显得格格不入 有人质疑 淡总别这样 天下苦情久矣 股市为这个社会和经济奉献了太多 在10月2日的另一个场合 淡斌在雪球上分享了一段有趣的经历 刚才接到一个上海朋友的电话 他说早上去买早餐 几个大妈在聊股票 他的朋友们都说要融资买股票 而且开市肯定要涨停 面对这种狂热的市场情绪 淡斌显得有些困惑 我说按过往都是牛市末期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现在是刚刚一周多时间就出现这种情况 也是第一次见 我无法给出答案 但愿是小牛才路尖尖角 他补充道 本人观点只是记录工作和生活的 不一定对 投资有风险 需谨慎 但这段话并未消除网友的质疑 有人留言 不要以为大妈就是错的 基金就是对的 还有人说 上海大妈走在时代前端 各地大妈觉悟还没有那么高 大部分还是解套就跑 这些留言不仅反映出投资者对市场的不同看法 也揭示了普通人与专家投资理念之间的差距 在社交媒体上 淡斌的每一个发言似乎都能掀起一场风暴 明明想唱空还要装作不经意的样子 最后还要假模假样地修复一下 我都他妈要被你整吐了 一名网友毫不客气地评价道 甚至有人讽刺说 牛市来临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远离老股民 淡斌的言论还引发了一些更为深层次的讨论 一位网友直言不讳 既然你的观点只是记录工作和生活的 不一定对 那就不要雪球 微博 抖音好多个媒体平台同时发信息 言下之意 淡斌的行为更像是一种自我宣传 而非单纯的生活记录 对于当前市场的快速变化 也有网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原来需要几个星期几个月传递的信息 现在可能只要几个小时就传遍各地 这被认为是导致市场波动加剧的一个原因 面对网友的层层质疑 淡斌似乎并不打算改变自己的风格 他继续在各个平台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尽管这可能会激怒更多的投资者 或许在他看来 忠于自己的投资理念和对市场的独到见解 比银河大众更加重要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 看宏观经济的人不适合炒股 还是去抖音当财经主播合适点 无论如何 这场网络风波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金融市场中 每一个声音都会被放大 每一个言论都可能引发不同群体的共鸣或反感 而淡滨的经历 或许正是这个时代 复杂且多元的投资环境的一个缩影 在这今秋十月 港股市场似乎在上演一场大跃进般的狂欢 十月四日 一个晴朗的日子 港股市场的三大指数一度 在晨光中跌破百分之一 但随后中资券商股 如同一群被点燃的火箭 迅速带领市场情绪翱翔天际 恒生指数最终以2.82%的涨幅收盘 创造了2022年3月以来的新高 仿佛一个久未见面的老朋友 给市场送来久违的温暖 而在一片掌声中 半导体板块更是如火箭升空 以中芯国际为代表的芯片巨头 恰如其分地演绎了一出股市版的速度与激情 在这个股市的闭波中 中芯国际这艘巨舰高高扬帆 市值接近3000亿港元 单日最大涨幅一度超过30% 难怪投资者们对于这家芯片巨头的狂飙表现 感到惊喜无比 甚至有人在朋友圈调侃 中芯国际今天是不是喝了什么神仙水 而在中芯的带动下 整个半导体板块似乎都在尽情舞动 红光半导体狂飙285.54% 仿佛一只飞速旋转的陀螺 让人眼花缭乱 华红半导体和金门半导体也不甘示弱 分别涨了29.63%和70.37% 整个板块就像是坐上了过山车 刺激非常 更值得一提的是 半导体行业不仅在港股市场上掀起波澜 还成为了全球投资机构的新头号 从淡马西到红山资本 各路顶级机构如同潮水般涌入A股市场 对半导体板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像蓝企科技 乐星科技等公司简直成了明星股 被调研的次数多的犹如粉丝追星 随着新一轮政策红利的推出 半导体产业正走在并购活跃的快车道上 并购六条等政策犹如助推计 不仅提高了市场并购重组行为的活跃度 还让产业链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升 难怪有人戏言 半导体产业这条大象终于要跳起芭蕾了 与此同时中资券商股也不甘示弱 成为了港股市场的另一大亮点 申万红元招商证券等个股纷纷大涨 仿佛一个个刚刚从东眠中苏醒的熊宝宝 活力四射 海通国际发布的言报指出 为了落实9月26日政治局会议的部署 全面打通资金入市的读点 中央金融办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了 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 推动资本市场焕发新机 政策的积极面与市场表现的双重刺激 让券商股的估值有望触底反弹 有人调侃道 券商股这次是真正的大象起舞 不再是谣言四起 综上所述 这简直是一个股市的嘉年华 半导体和券商股的狂欢 让投资者目不暇接 而在这个喜气洋洋的市场氛围中 投资者们也许会心一笑 期待着下一个股神出现的奇迹 无论如何 这一切的故事都在不断续写 正如股市永远在路上一样 奔向更高更远的未来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但斌畅空港股 这不就是典型的逆向投资策略吗 众所周知 在投资市场上 别人贪婪时我恐惧 别人恐惧时我贪婪 他看到股市暴涨 提醒大家注意风险 这不是一种理智的投资态度吗 说不定这次他的警告 会让一些投资者 避免被套牢呢 楚天书你理解错了吧 但斌的逆向投资策略 其实是自相矛盾的 看看他自己也承认 从来不做空 只做多 这次的唱空 不过是站在台上喊话 口嗨罢了 况且 现在科技股和半导体股 涨得如此之好 他的唱空 显得尤为不合时宜 但斌是一位资深投资者 他在行业中摸爬滚打了32年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的唱空 其实是基于对市场的深刻理解 而不是单纯的看涨或看跌 正如他自己所说 他只做多 这是对市场长期趋势的信心 短期的波动 不能动摇他对长线投资的信仰 经验丰富 也不意味着 这次他就一定对 历史上也有很多 看似经验丰富的人 翻车的例子 比如次贷危机时的那些大佬 再说 市场本来就是多空博弈 他一个只做多的人 在牛市初期唱空 难免让人怀疑 他只是为了制造恐慌情绪来抄底 淡斌的言论 不仅仅是为了自身利益 他也曾表示 对社会的责任 他捐了1.6以来奉献爱心 这说明 他并不单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 况且 他提到的风险是有根据的 虽然港股反弹 但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 地缘政治的风险 都是投资者不能忽视的因素 但别人是在提醒大家 不要盲目乐观 捐款与投资决策 并无直接关系 就像足球明星梅西 踢球踢得好 不代表他就能预测股市一样 我们要看的是 他在投资领域的判断准确性 而这次港股的反弹 特别是半导体的狂飙 确实说明市场在回暖 他的畅空 可能不过是 因为他在这个牛市里踏空了而已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 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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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